没看过我七岁时候 在警察局做的笔录 看过 所以你也知道 我小时候就有偷情的记录 知道 但 有个疑问 为什么这么说 从小吃他拿走瓦斯桃 不是你 又是你爸爸 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现在说应该没关系吧 那连冬天很冷 比平常的还要冷 你们家瓦斯桶突然又暖了 所以我爸就想说 去附近的小吃摊 记忆一定要瓦斯桶 你家瓦斯桶突然又暖了 好 就是为了让我吃完热乎乎的糖面 好好洗个热水澡 我们本来打算隔天一早就把它换回去的 但谁知道瓦斯桶上面有编号 那隔天一早就警察就上门 把我爸带走 后来你跟警察说 瓦斯桶是你搬走的 只有这样说才可以救我爸爸 你才七岁而已 怎么懂得替你爸顶罪 是谁教你的 我猜这个人应该是个大人对吧 你怎么会这么说 要把十六公斤的瓦斯桶 搬上三轮板车带回家 对一个七岁小女孩来说 难度很高 警察相信就好了 一开始不相信 后来叫你搬给他们看 没想到你真的搬到了 这就表示不但有人教你 而且还带着你事先练习 免得被裁出来对吗 你应该很信任他 他叫你替你爸顶罪 说你未成年不会有事 你相信了 他应该很有耐心 因为要陪着你反复练习 就在家里 用那台三轮板车 只让你熟悉了之后 在你去自首 猜对了吗 这个大人究竟是谁 可以告诉我吗 你可以表达我了吗 没有问题 不想说不用说了 你呢 你有像我一样 有什么忘不了的方式吗 很多 很多 爸爸 妈妈 曾经的那个家 都是 还有小凯 还有小凯 那小凯还好吗 他 他很好 那如果你遇到他的话 帮我跟他说嗨 对 没问题 顺便帮我问他 如果张婉婷喜欢上麦大器的话 那怎么办 我不喜欢狗外抹角 希望没有下单 好 杉大人 谢谢我妈 那你们聊吧 拜拜 我听到车就上来了 我没有打扰你们的意思啊 你这什么意思 还是我来的政治时候 神救援 你今天话特别丢哦 你知道吗 你妈妈在联系了没 联络好了啦 你跟你先讲一下 哦 连续语系有什么难啊 律师跟学习律师经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讲嘛 哦 我像第三者 很不OK 哦我打第三者打 很OK 非常OK 大家好我是胡雨薇 订阅东升创作 YouTube 跟我一起支持王牌辩护人